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的是打印流 来看打印流的概述和特点 那什么是打印流呢 该流可以很方便的将对象的to-string结果输出 并且自动加上换行 而且可以使用自动刷出的模式 那么我们在描述这是在描述哪方法呀 是不是就是println方法呀 来咱们在这里面来一个sysm.out.println sysm.out.println它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将对象的to-string方法给打印 而且还可以加上什么呀 加上换行 只不说这个刷出的模式 用刷出这个模式 我们还没有去学而已 听懂的意思吧 那么我们说的其实就是这个println方法 来继续看 那么sysm.out是一个println stream 其默认指向的是控制台输出的信息 也说我们sysm.out 它本身就是一个打印流 那么它是标准的输出流 它默认指向的是什么呢 默认指向的是我们的控台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好咱们创建一下 然后来一个demo5 println stream println stream 然后再来看 sysm.out.net 打印 aaa 那这个呢 是什么呢 是不是直接用个输出语句啊 好来运行 然后呢 我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写 怎么写呢 来来看 叫做 system.out 大家来看 它的返回之类型是什么 是不是println stream 它来源于哪个类 是不是来源于system这个类 好 带着你看一眼去啊 然后回头咱们再写 然后来看system system 然后在里面找它一个成员变量叫做out 它说标准的输出流 然后返回直是println stream 看到了吗 哎 返回直是println stream 然后点击看一眼 看这里面 有什么println的方法 还有什么println方法 看到了吧 所以这println方法和println方法都属于谁啊 都属于println stream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这样写的 这里面来个什么 来个println stream ps等于它 看到了吗 哎 这就是什么 获取 获取标准输出流 然后通过ps 就可以调用它里面的方法了 ps 点这个println println 好 在这里面可以打印一下 比如说 我打印个97 来运行看下效果啊 来运行 是不是跟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呀 但是我们平时用输出语句的话 你就这么写就得了啊 不用非得获取一个ps 然后呢 再对它进行一个打印 好 那么再来看啊 我们再来一个ps点的一个write 它也有write的方法 那么这个打印97 然后当然了 它也有什么 是不是也有这个close方法 它是流嘛 是不是也可以关掉 好 来运行 大家看效果 运行 你看 这个打印a这么串 这个就是打印97 然后这个就打印的是a 那为什么他们俩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呢 想想为什么不一样 它println呢 它是将97要转换成对应的字符串 再去打印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圆码 来看看 点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去找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方法 现在这个synchronize你不用看啊 它其实是同步的意思 回头我们去学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个printlnx啊 后面的newline啥意思啊 newline是不是换行 好 看这个printlnx println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strain.value of i strain.value of i 意思将这个i转换成什么 是不是转换成字符串啊 来再往里看看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把i传进来 integer点to-string i 啥意思啊 是不是就是将这个数字 通过to-string方法 转换成字符串 是不是返回到这里面 转换成字符串 再往里看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就不用怎么看了啊 就传进来一个整数 然后通过它一系列变化 最后怎么样 是不是把这个字符串给返回 而这接受的就是什么 是不是字符串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去看底层 发现什么呢 发现他们把97转换成字符串 底层 通过 integer integer integer.to-string to-string 然后将什么呢 将97 将97 转换成了字符串 让它并打印 那它的效果 其实跟这个AA的效果 是不是就一个意思了 所以你表面上看 打下97 即使打印的什么 97这个字符串 而这个那很显然怎么了 是不是查表了 查找 查找 码表 查找毛表 找到对应的A 找到 对应的A 定答应 那为什么这个write方法 它就会去查表 而portline方法 就会转成字符串呢 这个我们已经看底层了 就知道了 对不对 因为底层 它对它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最后 这个结果就是97 字符串 而这个write方法 它不能把它转成字符串 因为要转成字符串的话 那这个输出流 里面的这么一个 网出写的方法 就乱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你看 你在网出写 这是不是在写一个字节 97 这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字节 那你写过去 是不是想把97 按原样的形式写过去 比如说 你写到这个 某一个文件上 你要写在这里面 f5刷新一下 你要在这里面写的话 那是不是 这里面相当于写过 写过一个97 那写97的话 它会怎么样 说翻译 翻译成对应的a样 所以呢 它们俩是有区别的 present line方法 才会去 调用一些突俗的方法 对其进行转换 那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person prose prose p就等于了p1吧 p就等于了 new一个 prose 张三 23 让我们再来一个ps点的一个 grunt line p1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来看 这个a呢 是 那个97 对不对 然后看这里 怎么了 是不是相当于调用了它的突死阵方法 默认 调用 p1的 突死阵方法 突死阵方法 好 这又怎么做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点一下 在这里面怎么样 你是不是接受一个object 接受object 然后呢 来一个死阵点 value of 将这个x怎么样 是不是进行转换啊 来看 它怎么转换呢 说你这个obj 传进来这个对象 如果等等一浪 那我就返回浪 那么如果不等一浪 我就返回的是 obj点突死阵 这话能看懂吗 如果你等等一浪的话 那我就把浪给打印 那如果你不等一浪的话 那我就把该对象的突死阵方法给打印 那么把浪打印什么意思 因为他怕你这个对象没有被复制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返回的话 那你是不是直接来个浪点突死阵 就直接 如果你传个对象 我就反给你个他的对象突死阵的话 那是不是就出现控制一场了呀 所以他有这样的考虑啊 所以你是浪 我就返回浪 不是浪 我就返回对象的突死阵方法 我们在这里面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啊 是不是这样的 来运行 是这样的吧 哎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Person P2 就等于了 等于了 Now 让ps点这个print 来 打印P2 好运行 大家看 是不是浪进行输出来 所以 引用 打印引用数据类型 打印引用数据类型 如果是浪 就打印浪 如果不是浪 就打印 对象的 拖 死阵方法 拖 死阵 方法 好 如果是浪 我们就打印浪 如果不是浪 我们就打印对象的 拖死阵方法 好 这就是咱们这个 ps里面的这个 print stream里面的一个 print line的方法 是吧 好 继续来看我们的笔记 那么接下来来看 我们再来一个叫做 print writer 那么print stream 是打印的字节流 那print writer 很显然什么 打印的字符流 好 我们来用一下 它打印的字符流 这个打印字符流 有点说的 有点什么说的呢 就是它可以怎么样 自动刷新 有个凹凸 flush 凹凸是不是自动意思 flush就是刷新 其实这个自动刷新呢 并没有什么用 并没有什么用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自动刷出的这个模式 到底怎么去用 好 把这一块抽取出来 咱们创建一个print writer print writer pw等于new一个print writer 然后这里面干嘛呀 是不是直接可以写到一个文件上去 直接可以写到一个文件上去 来一个 ABCDEF.TIT是吧 好 把异常paw出去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pw pw点这个print line 来一个 97 直接来个97 然后再来一个pw点这个write 然后也来一个97 好 来一个pw点这个close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然后呢 f5刷新一下 然后看这个f.TIT 97A 这没什么可说的 你看 我们打印的 第一个是97 它是不是把97转成奏串了呀 所以那边显示的就是97这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是A 那是把97 相当于翻译成了A 你看 写过来就是97 然后呢 把它用这个码表翻译成了对应的A 那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说它有个什么呢 说它有个自动刷出的功能 那我们把close的方法关掉 我们知道输出流呢 里面有内置一个小的缓冲区 那么这些数据呢 它会写到缓冲区里面去 对不对 好 来 你行 好 大家发现怎么着 什么都没有啊 数据在哪里 数据在这个缓冲区里 那怎么才能把这个缓冲区里的数据拿出来呢 你用这个close方法是不是可以刷出来 咱们还有一个自动刷出的功能 来看看 来看看它的构造 print writer 找到构造 来 找一下 这里面有什么 是不是在这里面我可以写一个自节流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再来什么 auto flush 加上这个auto flush就可以怎么样 自动刷出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里换了 咱们换成new一个file output stream 然后呢 让它关联一个 f.tit 然后在它外面来个什么呢 来一个ture 大家看 它加了一个ture 加了一个ture之后 我们现在只来一个ps.write 运行 f5刷新一下 好大家发现怎么了 是不是f.tit里面还是没有内容啊 老师你写错了吗 咱们写错了吗 没写错吧 也没报错呀 而这里面关联的是不是就这个f.tit 好你再给再来看哈 我把这儿除掉 咱们把这儿打开 再来运行 然后呢 在这边看 怎么了 这不97写过来了 换行也写过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问题啊 自动刷出功能 自动刷出功能 只针对的是 只针对的是 哪个方法 println方法 其他方法不行 那你这个write方法是不行啊 好你再来看哈 我把这个注释掉 再来一个pwpw点的一个print方法 我们知道是不是还有print呀 好那咱也来一个97 好来运行 看这边 print方法行不行 是不是也不能自动刷出啊 只有println方法是可以啊 所以他只针对的是 println方法 但是呢 如果你要这样写 不知 你要这样写的话 那就都能刷出来 为什么 他把那种写的缓中去了 他也把那种写的缓中去了 然后紧接着他有个什么动作 是不是刷出动作 好 来运行一下 来看这边 9797 第一个没有换行 第二个97有换行 是不是在这有换行 所以呢 那这个println方法 他他才能怎么样 才能去刷出 那你说他有没有什么用啊 我这个流不可能不关吧 我流一关 是不是里面内容该刷出也刷出来了 所以这个自动刷出的功能啊 没有太大用啊 然后在这里面强调一点 说println stream println stream println stream strm strm println stream和println writer println writer 分别是打印的字节流和字符流 他俩分别是打印的字节流和这个字符流 然后呢 打印的字节流和字符流 他们干嘛呢 是只操作 只操作 数据 目的的 什么叫只操作数据目的呢 简单化图说明一下啊 这中间呢 是一个扎入程序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个文件 那么这边呢 也有一个文件 对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里面的内容 拷到这里面来 是不是通过一个管子 那么这个 我们叫做数据 原 数据 原 原就是源头的原啊 数据原 那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数据目的 数据 目的 我们把数据原的内容 要拷贝到数据目的里去 那么他就是数据原 他就是数据目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个print writer 和printstream 只操作的是什么 是不是数据目的啊 他把这里面的内容 全部怎么样 打印 或者是写到这个 数据目的去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总结了 说printstream 和printwriter 他只操作的是 数据目的 还有我跟你说了 一个自动刷出的功能 这个没有什么用啊 没有什么用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打印流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停一下 然后就给大家看 咱们在这边